你以为大名鼎鼎的降龙十八掌 是金勇武侠中最厉害的武功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 小无相功 该武功出自于逍遥派 他是道家之学 其讲究清静无为 悬游太虚 还比较像佛家功夫中的无色无相之学 虽然名字相同 但是实质大义 如果将他修炼到最高境界后 还能对天下各大门派的武功一并兼容 并且大伦名王纠魔智 还以小无相功为根基 驱使了少林派的七十二绝技成功 因此还成为了天龙八部最顶级的功法之一 第九 独孤九剑 在金勇武侠中 剑法是各路大侠都非常喜欢的武功 但是练刀的几乎都是歪门邪道 而说起金勇武侠作品里面的剑法 就不得不说一下别具一格的独孤九剑 因为他的战术思想领先于其他剑法 而别的剑法都是追求招式的完美 但是独孤九剑却是脱离招式的速度 从而达到攻敌破绽 一招制敌 而令狐冲剑的威力 完全比不上风轻阳 更不用说独孤求败了 并且令狐冲只能练成独孤八剑 而且还没有练成破绽式 至于独孤九剑的破绽式有多厉害 谁也不得而知 第八 乾坤大挪移 它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武功绝学 而学会该武功 不仅可以使内力不断增加 还可以让身体得到提升和强化 既主要用于近身战斗和攻击敌人 又由于内力不断增加 所以给敌人造成的伤害非常大 并且还可以用来躲避敌人的攻击 而该武功不仅能够复制对手的武功 还可以转移对手的禁忆方向 甚至还可以把对手武功转移过来 第七 降龙十八掌 在乔峰的BGM中 谁可以扛住他的降龙十八掌 除非你能将他的音响关掉 而且降龙十八掌是一门比较阳刚的掌法 一往无前 气势如龙 甚至你根本想不到 一个威武霸气的武功 居然出自盖帮 而该武功在盖帮会有很多弊端 因为他们收弟子的要求 就是是个人就可以 并且只追求数量 而不顾及质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盖帮的高手净乎没有 并且大部分都是小罗罗 因此盖帮主就一代不如一代 甚至到了郭靖直接失传了 第六 六脉神剑 该武功是大理段氏的最高武学 是由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所创 而六脉神剑 指的是指尖的内力隔空激发出去 并且还以非常高的速度 在空中运动的一门武学 其坐架非常简单 功效卓著 还均为名列前茅 但是该武功非常难练 要求也非常高 因此很多人都练不成 还有人说他是鸡肋 而这是无法反驳的 因为练成的人太少了 但是达到指剑的境界 力所能及的地方 犹如一柄无形的剑 第五 葵花宝典 将该武功练成完整版的没有一个人 而该武功主要以快为主 使对手看不出一点破绽 然后让对手也没有还击的机会 如果被对手看出招式中的破绽 对方也基本上没有反击的机会 还由于葵花宝典被红叶大师烧掉了 甚至日月神教中的残本 也被任我行毁掉了 因此葵花宝典也就失传了 而东方不败 却凭借葵花宝典天下无敌 第四 九阴真经 他出自于精英小说中的射雕三部曲 而该武功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为内功基础 下卷为武功招式 并且该武功在小说中 是非常有名的武学秘籍 而且非常少见的 就是九阴真经 他既有内力 也有招式 还能疗伤 最主要的就是不容易走火入魔 简直可以说是完美的存在 并且九阴真经 还贯穿射雕三部曲 因此该武功秘籍 还引得江湖人争夺 第三 九阳神功 他是金庸武学秘籍的天花板 还是金庸武功体系中 智阳智刚的武功 甚至还克制玄冥神长 而在张弘记的所有武功中 他使用次数最多的就是九阳神功 并且该武功在一天屠龙记中 也是最强武功 在飞后期放水周芷若 要不然完全克制 速成版九阴真经的周芷若 第二 月女剑 虽然月女剑这部小说体材比较短 但是读起来却颇有味道 特别是女主角阿青 那段高深莫测的月女剑法 更是让无数金庸武侠迷们拍手成绝 竟可以做到一个人 打两个千人队的剑势 而且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甚至在场所有人 都没有谁看清他的招式 虽然他与其他高手对比的时候 可以比内力比招式 可是阿青没有明确内力 也没有具体招式 但是他就是手里拿着一顶剑 然后一出手 就直接打赢了两个千人队 由此可见 阿青跟武功高手们 已经不是一个体系范畴了 第一 泰玄京 该武功在金云武侠小说中 是绝顶武学之一 还算是个另类的武学 而主角识破天 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 参透了侠客岛上的武功秘诀 泰玄京普普后 还成为一位镇骨朔金 和难以企及的武学大宗师 并且在武功全部练成后 可达到右手虚直空剑 虽然手中无剑 但是剑招却源源不断地出 而且识破天实力也越强越强 甚至敌人攻击越强 反击力越强 由此可见 将其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